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2搜寻节目时间 我是吴永妍 袈裟战火不断 死伤的人数越来越多 丧命的不单只有巴勒斯坦的平民和孩子 还有在医院救援的医生护士 和冒险在战场里报道袈裟真相的战地记者 炮弹无情 子弹无眼 无论医护还是说新闻工作者 穿多荧光 多意识别的背心 在战地工作都要有自生死于道外的心理准备 而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人物 就是其中一位勇敢的表表者 他的名字叫周日君 曾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长驻袈裟的战地女记者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近日看新闻 明明都见到有记者在当地作现场报道 周日君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大家有细心留意 你会发现长驻当地的记者 新闻机构一般会聘用当地人 而外来的记者未必会长期在一个角度住宅 就算是长驻都会选一些大城市或者安全的城市 再游走于邻近的国家做采访 那这位中国女战地记者又为什么会走入袈裟呢 让我们由头讲起 周日君是上海人 1998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学系 之后就入了新华社做事 他在2002年6月出任新华社驻巴尔地区的记者 成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唯一一个常驻的国际战地记者 大家计一计当时的周日君其实大学毕业没多久 只有二十多岁的女孩 但正正是年轻人的一团火 令到他敢于自己举手去世界上最危险的战区 最初想去战地周日君自己都说 不是因为什么伟大的原因 而是想年少有为趁青春做些大事 于是他多次申请去做外派的驻地记者 但一直都被拒绝 原因很简单 因为是女孩 在战乱的地方 明显女性是没有男性那么合适的 加上女性在中东游走的身份上 没有男性那么方便 所以他的申请一直被拒绝 我们经常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周日君女士女拜女拜女士 更加写了封信给社长历陈利害 将自己的缺点化成优点 他说男性的爆发力可能比女性强 但女性的忍耐力就更加好 去袈裟是两年而不是两个星期 耐力重于爆发力 长期的外派任务 女性的耐力一定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 就为这几句说话说服了社长 开启了他长达两年的 常驻巴勒斯坦加沙战地的时光 获批准之后周日君很兴奋 但有新华社的老记者就跟他说 如果你是我的妹妹 我一定打断你的脚不让你去 但是周日君去意已决了 他的理由很简单 甚至有点幼稚 他说他想做一个好记者 做一个战地记者 因为觉得这是一件好刑的事 很具挑战性 希望自己去到那里 可以有一份好成绩得到荣耀 因为想刑去到战地 但去到战地才明白生命 更加了解战地记者的重要使命 2002年年近26岁的周日君到了加沙 那是离死神最近的地方 所以在加沙长住的 就只有周日君一个外来记者 因为其他国家的住尾巴记者都会选择 住在比较安全的耶路撒冷 而其他媒体的常驻记者 多数聘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所以就只有周日君是唯一一个 非阿拉伯与国家的常驻加沙记者 电视上看到的窗林弹雨 忽然间摆在眼前 年轻的周日君 这个时候才感受到战地的危险 在这里他见识过撕横遍野带来的视觉 和心理双重冲击 也见识过满地血水 将只鞋染红那种无名的恐惧 第一个星期周日君就见到第一具尸体 那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在家门口中胆 睡在医院的时候 眼睛还未完全合迈 上半身血迹斑斑 令周日君震撼的 不单只是这个小孩的尸体 而是大家对死亡的冷酷无情 孩子死了之后 他的尸体被割路的外国记者摆弄 大家为了找尋更好的拍摄角度 将这个小尸体布置了 周日君对镜头背后的这种行为 比看到尸体更感到不惜 有一次周日君去到油谷工作 离油谷还有50米距离的时候 亲眼目睹一架战机 向油谷投钉炸弹 轰一声的巨响 油谷被炸到四分五裂 而他终于切身感受到 自己和死神究竟距离有多远 原来只有50米 在这里空窄特别多 谁都没办法预计到 什么时候有危险 甚至是死亡会从天而降 在袈裟采访 周日君常常都一身黑色的打扮 黑衣黑褲 背着黑色的袋 还有黑色的相机 大部分时间都是穿黑袍 蒙着头巾 但有一次因为赶时间 来不及穿长袍 头巾又包得不太好 露了一点头发出来 谁知出门没多久 就被当地人扔石头大闹 原来当地人对女性包头非常看重 他也努力学习 慢慢适应中东文化 上驻加沙两年 他多次采访了巴勒斯坦很多重要的人物 包括我们香港人比较熟悉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 武装组织哈马斯的精神领袖阿辛 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等等的重要人物 在阿拉法特被轰炸身亡的时候 他发稿一万字 在精神领袖阿辛遇集后 他不顾局面失控的风险 第一时间去到现场采访 发稿一万七千字 背图十三章 这些新闻记录了战争的惨烈和血腥 令到世界为之动用 也令周日君多次得到新闻大奖 大人物之外 周日君也写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 包括他访问过人肉炸弹的家庭 周日君曾经问一个父亲 如果你的三个女儿被人要求做人肉炸弹 你会不会同意呢 这个爸爸就说愿意 周日君问为什么 这个爸爸就说烈士不会死 他们只会上天堂 周日君又问天堂有什么 留在你身边不是更好吗 爸爸说天堂要什么有什么 但在这里我们一无所有 包括生存的自由都没有 在加沙生活 周日君慢慢明白哈马斯 为什么会视死而归 因为他们根本输无可输 每天和死神擦肩而过 周日君没有去告诉父母 自己去哪里做了什么 他只是和他们说 这是普通外派记者工作 没有危险的 一个人在加沙熬了两年 不见证太多的死亡 周日君的心灵也开始产生蜕变 他变得更加坚毅 对死亡和真理有更深刻的理解 他认为战地记者不单只是记录历史 更是推动和平 只有让更多人知道战争的惨烈 国际间对要求停火 对要求和平谈判的力度才会加大 一个穿梭在昌林弹雨 全世界唯一住袈裟的战地女记者 回到国家后 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三本 关于中东记忆的书 让大家看看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真相 一本叫做 《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 另一本就是走访16个国家 和和超过100个人做访问的走出中东 还有一本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故事 《中东死生门》 值得一提的是 他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 《在埃及扫落陀》 已经被编入了我们国家 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的课本里面 从中东回来 周日君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邀请 2006年就来香港做凤凰卫视的时事观察员 后来因为生了两个孩子 身份转变了 成为了妈妈 他又走进了另一个领域 专门讲教育 他以记者的经验走访了六个国家 包括日本、芬兰、以色列、印度、英国 和自己身处的中国 採访他们的教育方式 亲自、执导并且拍成一出 叫做《他乡的童年的记录片》 拿了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奖 这部片不是教人如何去教孩子 如何去照儿子 而是令大家看到更多的教育可能性 周日君说 这部片不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是提供开阔眼界的东西 这次尾巴冲突持续升级 周日君看到医院被炸 儿童被杀 很有感慨 他在评论中说 几乎每一场战争都会有医院遇集 然后交战双方便会互相指责 作为一个曾经住袈裟的记者 周日君没有情绪化地摘避任何一方 他反而去了上海洪口区的犹太难民纪念馆 并且留言写下巴尔和平四个字 周日君在微博写 他说上海庇护了犹太的难民 难民亦都比上海带来许多东西 历史轮回爱人如己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希望再有战争 正如周日君所说 知道越多不是要大家越憎恨哪个 而是希望大家为停止战火多点作努力 但愿世界和平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有够 下星期我会继续在KTU搜寻 和大家讲新的故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